好 台北股市昨天能够强拉尾盘 而且工赏季限 最主要是台积电的一个带动 台积电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 由于市场预期 昨天台积电股价最高 是收在96块3的新高价位 那么它的一个市值也冲上了2.49兆元 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 并且也是创下了台湾民营企业市值新高的记录 直追intel的2.88兆元 奠定了全球科技前30强当中 唯一以代工制造创造高市值的典范 真的要叫台积电第一名 27号股价再度上涨1元 收在96.3元 再创还原权之后新高价 市值来到历史新高2.49兆元 即将挑战2.5兆元 权重占大盘高达一成 并且刷新台湾民营企业市值新高记录 直追intel的2.88兆 热燃产经董事长陈忠瑞说 台积电市值挑战2.5兆元 代表赢者全拿的时代来临 国内科技产业如果没有做到一线企业 拉高获利空间 很有可能成为技术取胜下的受害者 台新投信投资长严正宇说 台积电市值不断创新高 是受到受险以及外资法人资金集中化的效应所造成 台积电目前账上现金部位高达700亿元 是国内少见的优质企业 自然在唯利时代中持续吸引法人加码 根据最新的南韩朝鲜日报报道 三星电子旗下子公司三星显示器 十月生产的9.7寸LCD荧幕 较三月的高峰时期大幅骤减84% 显示苹果去三星化的意图明显 在此趋势下外资更加看好台积电 认为台积电从三星分时苹果行动处理器的商机可齐 但台积电还是不对订单传闻有所回应 摩根大通证券指出半导体产业库存去化 将在明年的第一季结束 进入新一波的多头循环 因此现在可以布局联电日月光细平等 高风险值的标的 因为高风险值标的在半导体产业 进入新的多头循环初期 股价表现相对较佳 不过这并不影响台积电为类股首选的看法 建议可以加码的标的 包括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细平 至于世界先进以及历程 则维持中立 东产新闻综合报导